离开四川 进入云南昭通 我们本来计划泡完那个 99里温泉就去敏意 去看旅居房的 但是呢 敏意和潘芝花都出现了密接症 所以我们就改变了线路 就直接回湘西娘家 我们现在在昭通的吵架县 吃一个牛肉火锅 半斤的牛杂 半斤的牛肉 要了一个鸳鸯锅 这个锅底48块钱 然后呢 要一盆豌豆煎 要了一盆豆皮 这个是牛酥肉 下个火锅底下 很好吃 嗯 好吃 看这个 南米是南米 南米是南米 南米 南米是南米 南米是南米 南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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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饭了什么 味道很好 关键是这个 拉的这一边 拉的恰到好处 很鲜 很鲜 然后这个卤牛肉 在这里 拴一下 拉出来吃 嗯 很好吃 来 它这个牛杂 准备都是熟的 是要稍微散一下就会吃 这个牛肚很有嚼劲 但是呢又不是那种嚼不烂的那种感觉 很饱满 一两个戏 我们两个反正每次就点多都吃完 就打包的牛肉 吃饱了我们继续出发